在台湾最常放生的动物是鸟类 从麻雀到斑鸟还有白头翁 不过呢为了因应放生 有业者呢特别前往山区捕捉大量的鸟类 然后呢再贩卖给民众来放生 就在业界似乎已经变成了公开 但是有不能说的秘密 来看东森新闻镜头 带你独家直击 光源火车上头满满的都是一箱一箱的鸟 准备送给订货盘商 这些鸟就是放生鸟 为了就是要提供给特定团体 买来放生消灾做功德 不过为了消灾对放生鸟来说 却是另一场灾难 放生鸟怎么来 会有人刻意摆上 用细线竹片做成的鸟仔踏来捕捉 看看被困在绳子躺在地上的鸟 各个痛苦又奄奄一喜 熟悉门路的业者说 通常都是南抓北方 目前台湾的放生鸟种类 分别有班鸟 发哥 白头翁 绿瘦眼 黑嘴笔和麻雀 最贵的就是八哥 一只可以卖到150块 而且每次放生 不会只放一只 通常都得大批订购 利润相当可观 熟知门道的业者 私下表示 这些放生鸟都是属于害鸟 会造成农民损失 所以抓他们 也算是对农夫的另一种协助 被蒙作物啦 然后残害一些水果 为什么还要抓来 然后再给它放生 就让它这样子飞就好 为什么还要抓来给它放生 只是抓了又放 放了又抓 鸟类就成了人类利益与功德间的另类牺牲品 也难怪会有人质疑 放生鸟的作用 究竟是功德还是造孽 民众心中自有一把尺 东山新闻 吴希和崔仙雅 高雄报道